龙台驸马牵骨汉的故事吧 南宋时期,梁骑龙台村有个叫林存的书生 他逃去近世以后,受到皇上的宠爱,被召为了驸马 当另一名草重近世的泰林非常嫉妒 泰林时时刻刻都想要陷害林存 这一天,林存和公主在御花园里游玩 驸马,你看,我们皇家的花园是不是很漂亮呢 嗯,确实很漂亮 不过,我的家乡有千里花园,景色也是美不胜收哦 千里花园 哈哈,没错,还有万亩鱼池呢 怎么可能 两人在花园,嘻笑玩闹 却没想到泰林正在一旁偷听 我从小就玩龙台睡凤窝 我才不相信 驸马,你说谎话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不可能,你家会有我家好吗 哼 两人说着说着,竟堵起气来 这可让一旁的泰林窃喜不已 玩龙台,睡凤窝 您存,这下你可死定了 泰林抓住这两句话,来到皇帝身边告状 皇帝一听,非常生气 玩龙台,睡凤窝 有千里花园和万亩鱼池 臣不敢欺瞒皇上 而公主因为驸马这些话正在生气呢 听了泰林的话,皇帝立即召见了公主 皇儿还在生驸马的气吗 虽然奇怪,皇帝为什么知道自己在和驸马生气 正在赌气的公主还是将赌气的话讲得出来 是啊,驸马实在太不像话了 他可是说,从小玩龙台,睡凤窝 家有千里花园,万亩鱼池 父皇,你怎么知道 听到公主这么说 皇帝立即下令,将驸马推出武门斩首 这一下,公主可被吓掉了 父皇,你这是做什么呀 公主殿下,驸马他藐视皇家 公主这才明白,驸马要被斩首的原因 他急忙向皇帝求情 可是,当他把事情讲清楚的时候 驸马已经不在了 伤心不已的公主觉得事有蹊跷 他暗暗地调查起来 最后终于得知是太灵误告 父皇,儿身找人调查过了 驸马讲的龙台和凤窝是狼奇的两个村子 龙台村是驸马的家乡 而驸马又有亲人住在凤窝村 从小自然是玩龙台睡凤窝 哦,那千里花园,万里鱼池呢 狼奇山,花开遍地 去过的人都知道 那里就像千里花园一样 儿敏江口,鱼虾众多 当然是天然鱼场了 驸马他根本没有藐视皇家 皇帝这才知道自己错杀了驸马 为了安慰公主 他赐驸马金头欲藏 并将奸臣泰林斩首示众